昨晚信义系齐齐快了营起 先说信义光能968预告上半年纯利会增长1倍到1.2倍 至于说因为太阳能玻璃产品的平均市价提升 至于868预告信义玻璃预计上半年纯利会升2.6倍到2.9倍 主要是因为浮发玻璃业务的平均售价和销售量大幅上升 另外就是信义能源368预计上半年多赚2.5倍到4.5倍 因为新收购架项目收益贡献 信义是发了这样的营起吗?是否真的股价可以受惠到? 否则三颗里面应该如何选择呢? 雖然三颗都发了一个营起 不过就似乎三颗本身的基本面都有少少不同 当然你可以先说信义玻璃 因为某程度上是信义功能帮它贡献 其实并不是算小 而且回到期待的时间 其实一些叫做浮发玻璃的格格 和光复玻璃有些不同的 浮发玻璃的格格仍然处于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所以你说为什么信义玻璃 我想不要说玻璃格格 你叫股价也是的 基本上保持着破顶 而且可以说有股东珍词这些消息之下 令它的股价也直接上升 所以如果你要回到信义玻璃的三颗原体的话 我相信这个前景方面 都可能相对比较乐观一点 所以先说哪一颗比较好一点 这颗应该相对比较乐观一点 但是相反 你说信义干能 其实在某程度上 营起 我觉得那点是意料之内的事 因为如果大家看回那些股价格的话 其实在上年上半年的时间 股价格不算称得很特别厉害 其实它什么时候开始升上来 就是下半年的时间 所以就即使以今年上半年来计算 股价格可能由高位去计算 下半年来计算是差不多四成多 你拉回平均价格计算 仍然是 我想是远高于上年 上半年的情况 所以如果你有上半年的时间 去出那个营起 我不觉得太意外 反而第一个转 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是 打后的时间 玻璃格格有个很明显的下跌的话 对于下半年的业绩表现 就充满着比较多的挑战 另外那一只 送业能源 本身因为有些资产的注入 变相之下 它的盈利就变大了 但是以这一只来计算 我觉得它有些条件追落后 但是三只来说 按道理 暂时来说 可能是比较相对比较乐观 那一只都是868 所以如果三只来计算 有哪一只可能比较上 可能多些炒作他的衷镜 可能都是他 另外那两只 我想难少少 还有信业能源 始终大家会比较关注的 都是内地公布波格格的行程表现 除非之后的时间 真的可能有些反弹也好 如果不是的话 信业能源的股价 虽然我觉得 它这个范畴不差 但是我觉得信业能源的股价 会比较慢一点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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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